主席請部長 來我們請部長 陳委員好 部長今天外交部的這個報告裡面 是我國跟主要貿易國的一個FTA的洽簽進來一個報告內容裡面 您特別這個提出來了 就是在外交部它是扮演是一個試鏡者的角色 沒有錯吧 沒錯 那你也特別提到就是說 你跟經濟部門一起在評估 因為這個談判的租源有限 所以你們就訂定所謂洽簽的優先順序 是不是這樣子 但是你沒有把優先順序在報告書內容把它呈現出來 你是不是可以口頭告訴我一下 你的優先事件是什麼 我們現在所列的這些國家 基本上是我們優先的順序 我可以很簡單的跟委員報告 當然我們希望第一步要回 我聽不懂 我聽不懂 就是這些國家包括美國 新加坡 全部都是優先的 歐盟 其他的都不是優先的 是這樣講嗎 不是其他的就是我們還在評估 你的意思就是說 今天你提了這個所謂 美國新加坡 歐洲 歐盟 東協 日本 紐西蘭 印度跟澳洲 澳洲 這個都是優先的 其他都是沒有優先 不是這個是我們重要的經貿夥伴 就是在我們整體的對外貿易的金額來講 都是我們非常重要的經貿夥伴 那你也就是說現在我們的FTA就是在做 在跟這些國家在做所謂的洽簽的一個動作 大概是這樣子吧 對在做研究還有做可行進的研究 那你是不是跟我談一下美國好不好 那美國我想這個跟這個台灣要簽TIFA 我想這個大家都很清楚 雖然我們已經這個停坦很久 但是因為美牛的關係現在聽說又有互談 但事實上大家都知道喔 我想這個現在雙方只有在專家級的代表團的互動交流 沒有錯吧 沒有到辭職的所謂的雙邊投資協定的這個 這個內容裡面來進行FTA的議題的一個談判 所以現在等於美國到現在為止也還沒有所謂這個 有互談的一個進展嗎 沒有錯吧 有進展有進展 沒有所有進展 您的報告書自己講的啊 就是只有在專家級的代表團的互動交流啊 對就是從去年 我們不是在互動啊 對不是已經在 我們不是在互動啊 專家級的代表團互動對TIFA有什麼意義呢 不是 我們要的不是這個啊 不是專家團 去年11月 事實上美國的官方他有一個inter 這個我只是告訴你 這個是你報告裡面寫的喔 我了解了解了解 沒有錯吧 那我今天要問你啊 我們不是要專家級的代表團啊 對 互動啊 我們要的是 是真正的實質的進行的 所謂的投資協議 我們應該要去做這個這個 互談的動作 到現在為止 你沒有提出這個時間表啊 有 所以到現在為止 訴訟上我們 今年對我想近期內 上半年之前一定會互談喔 那這裡面所謂的專家團 事實上是代表美國的政府機構 包括他們的商務部 他們的貿易代表署 他們的農業部 他們的國務院 這是他們政府官方的一個專家團 事實上 針對我們將來這個 這個提法復談之後的一個agenda 我們來做進一步的交換 台灣跟美國這個提法的一個談判 到底什麼時候可以正式展開啦 很快很快 什麼時候嘛 你還有一個記憶的時間表嗎 我們很快 上半年之前 上半年之前 不不我們 我們什麼都讓了咧 什麼都讓了咧 不是新的委員 你不覺得嗎 不是真的很快 這個美牛這個建國都讓了咧 你這讓了以後 美牛是有多的 說什麼這個讓了以後 就可以互談了 那多久啦 不是新政府這個成立 這個 我們就告訴你 你裡面 我今天 既然你被抓什麼 你還不能夠具體的寫出 跟台灣跟美國的所謂 提法的一個 互談的一個時間表 會 對 也就是代表你們還沒有把握 我們一定要告訴你 有把握 不是我跟委員報告 有把握 可是因為雙方面 什麼時候 那什麼時候可以提出時間表 積極的時間表 這個要雙方面來商定一個 對外宣布的事情 沒有時間表就對了 有時間表 憑感覺 時間表在哪裡 不是我剛才跟你講的 你說明啊 你說明時間表什麼時候 不是這個時間表 雙方面能夠正式 對共同對外來做一個 什麼時候可以提出來 很快 很快 我預計很快 很快大概什麼時候 明年 上半年 我剛才跟委員報告 上半年之前 是6月以前 6月以前 我們的這個地方 付談的時間表 就會提出來 對 好 那歐盟呢 我們跟歐盟要簽的是 經濟合作協定嘛 對 沒有錯吧 歐盟事實上 但是好像非常緩慢 為什麼 原因在哪裡 歐盟的部分 事實上我們過去在的時候 我們已經談了很多 事實上歐洲議會也好 歐盟的重要 談兩次而已 怎麼談多呢 啊 你們只有兩次的一個 跨部會會議而已啊 不是嗎 哪來的多啦 為什麼歐盟不跟我們談 歐盟最主要 為什麼不跟我們談 因為歐盟跟中國大陸之間 它也沒有任何的FTA 那就是因為 因為歐盟是 中國還沒有跟歐盟談 所以歐盟就不跟我們談 沒有錯吧 我們現在就加強經濟合作嘛 那你就是說 你說到現在為止 中國的問題沒有解決 台灣跟歐盟是一點機會都沒有 不是 所以歐盟這個堆積的方式 事實上是歐盟提出來 歐盟沒有堆積木 你到現在為止 連一個 所謂的 這個 這個 內涵的一個協議都沒有去談 沒有 我們跟歐盟有四個工作小組 事實上一直在進行 歐盟說連堆積都沒有 你不要亂講 你都沒有 所以歐盟是根本就不跟你談 因為中國的問題 所以歐盟要很清楚告訴台灣人民 歐盟的問題還是政治問題 對不對 我跟委員報告是有在談 是有在談 就是沒有 就是非常緩慢嘛 比較慢 就是沒有進度嘛 因為中國大陸這個因素 對不對 所以我們今天要講的是這樣子嘛 所以我要問你嘛 對不對 是的 那亞太地區呢 東協助本紐約 紐西蘭 印度 澳洲呢 包括新加坡呢 我們現在希望這個 最重要的目標就是能夠把這個 新加坡 新加坡跟紐西蘭的 這兩個 這兩個這個經濟合作協議 我們希望能夠再盡快能夠完成 新加坡的速度好像比較快一點啦 差不多 新加坡跟紐西蘭 蛤 但是 但是你們都講說這個 這個 這個台灣 這個要跟這些國家 是洽簽 都是要退積木 退積木 沒有沒有 新加坡跟紐西蘭是已經同意要簽 我今天要講 不要用這種所謂的 推積木來推 來 來堂賽我們 了解 這個FDA的一個洽簽緩慢 的理由啦 事實上 我們看到我們鄰近的韓國 新加坡 事實上他們是遍地開花 他們是美國 歐盟 日本 西蘭 澳洲 事實上哪一個國家他們沒有跟他簽 但是我們為什麼沒有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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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嚴厲在哪裡 為什麼我們到現在為止 人家韓國也跟那個東協都已經簽了咧 我們為什麼這個FDA到現在為止 一個影子都沒有 為什麼 嚴厲在哪裡 還在加強努力當中 我想我們事實上還在進行 還在進行 我們希望能夠儘快能夠完成新加坡跟紐西蘭 你的報告書內容也寫著這個洋洋沙沙 說什麼 馬政府 這個馬英九總統什麼活路外交的政策宣訴下 我們要積極參與這個七億經濟整合 那我要請問你啊 台灣是用什麼身份來參加我們這個七億整合 我們主要是用這個WTO 這個台盆金馬關稅領域的這樣的一個身份 以WTO的這個模式來參加 那但是中國 中國的對這個國台 這個國台辦的一個花言人 這個范利欽 他就一再就下宣訴喔 他就說對台灣的跟外國展開的所謂民間性的經濟往來 他們都不會反對 但是他們反對的是任何一個國家跟台灣 既有主權意涵的協議 他們都反對喔 這個中國的商業部長他也講喔 大陸同意台灣在一個中國的一個原則下 一個中國的原則下啊 用所謂的台盆金馬的關稅期 這個方式喔 那麼來跟各國來進行所謂的貿易協定 一個中國的概念喔 也就是說 我們馬英九一再的宣訴喔 就是 就是我們要跟中國簽訂ECFA 所有的FTA 都可以一個國家一個國家的簽訂 但是我要告訴你喔 我們什麼都讓的喔 到現在為止我們什麼都沒有得到喔 我們的主權也這樣喔 我們ECFA簽了以後 等於這個 等於是一個中國的概念之下 我們換取了所謂的經濟利益到現在為止 一個國家都沒有喔 你說美國說要這個 美牛這個 這個 這個 同意他們進口的話 就可以簽訂 TIFA 就可以 TIFA原來就簽了 TIFA會恢復談判 6月以前 6月以前 不是恢復談判啦 談判大家都會恢復的啦 主要你美牛進口人家就會談啦 是你美牛進口就可以簽訂 TIFA的啦 這個是美馬英九講的話啦 我要告訴你就是說 我們什麼都讓的喔 ECFA的這個簽訂的時候也告訴我們喔 簽訂ECFA 這個就可以簽訂 這個跟世界各國簽訂FTA 我們一定要市場要開放的 我們要跟世界連結的 所以我們現在的主權的退讓 到今天為主 我們沒有看到任何一個 這個經濟的一個利益 你說你是刺進者 不是 你到今天為止 到今天為止 都沒有進展 你要被負責任 會有進展 不主權不能退讓齁 我們在主權的議題裡頭 我們不會做任何的退讓 中國 為什麼到今天為止 到今天為止 ECFA跟他簽訂多久了 還不送到這個WTO去 為什麼 他不是為了 他不是要把台灣定位 是他是國內事務嗎 對我們現在就是要按照 WTO的模式 你還講說我們沒有 主權沒有退讓 都在退讓當中 我們的退讓 目的是什麼 馬英九跟我們台灣人說 說得很後天 我們的 我們的退讓為了 就是我們的經濟 今天我們都退讓了 經濟利益在哪裡 到今天為止 經濟利益在哪裡 你告訴我 到今天為止 你跟哪一個國家簽訂FTA 你跟美國有沒有簽訂FTA 你跟美國有沒有簽訂FTA 你今天我們在講 都說會很快 很快 馬英九就當了五年了 第一年的時候 就開始在推動ECFA 告訴我們ECFA簽訂以後 我們的台灣的經濟 經濟 不會讓中國收起 今天我們看到 整個台灣的經濟 已經被中國鎖禁了 鎖制了 那整個台灣的一個 一個經濟 蛤 你跟美國會怎麼 經濟的起飛 到今天為止 有沒有 ECFA簽訂以後 有啦 會會 ECFAGDP會達到8% 現在幾%你知道不知道 你知道不知道 保一都保不住 我告訴你 去年是一個 現在中國一再的先事 在一個中國的原則下 你看歐盟為什麼 日本為什麼不跟我們簽 這個 澳洲為什麼不跟我們簽 日本有跟我們簽 日本有跟我們簽 這個投資保障協定 有簽 這個也就叫做 你們所謂的推積木 那不是事實在跟我們簽 這個事實真的是在簽嗎 我們要的是FTA 你不要欺騙國人 部長 你不要欺騙國人 我主要告訴你 我們努力在做 希望委員支持 我們都是在支持你 沒有支持嗎 有啦 有啦 我們在努力在做 沒有再支持嗎 有啦 哪一個不支持 美劉不是也同意了嗎 沒有再支持 有再支持 但是問題在哪裡 問題在哪裡 你們有沒有 你們沒有 沒有啦 有啦 有進步啦 沒有進展 你們這個 所謂的專案報告裡面 都是在欺騙 沒有啦 我跟委員不知道 現在有進展 都所謂的推積木 什麼研究 事實上哪一個國家 真正達到一個 要FTA要洽簽的一個程度 沒有啊 有了 對不對 我們就希望就是說 你們好之為之啦 好 一定會 謝謝